长延期第21周星期五 十个童女的比喻 攻读圣马窦福音第25章1到13节 那时候耶稣给门徒讲了这个比喻说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 拿着自己的灯出去迎接新郎 他们中五个是糊涂的 五个是明智的 糊涂的拿了灯 却没有随身带油 而明智的拿了灯 并且在湖里带了油 因为新郎迟眼 他们都打腿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吧 那些童女随都起来 准备他们的灯 糊涂的对明智的说 把你们的油分解给我们吧 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 明智的答说 怕为我们和你们都不够 更好你们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到了 那准备好了的就同他进去 共赴婚宴 门随关上了 随后其余的童女也来了 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 他却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该醒悟 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 也不知道那时辰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 大家好 主耶稣所讲的 有关天国的比喻啊 其实也都属于生命的比喻 或者也叫生命的图像 我们用生命的图像来解释信仰 或许更能了解什么叫天国这个信仰 因为信仰必须放到生命中 而生命不是一个理论道理 也不是一个抽象的 生命是血肉的 那就是图像 那么今天的耶稣讲的 这十个童女的比喻 其实是一模画面 这个画面里面可以分 很多生命的 某一个阶段 或者某一种现象 某一种图像 因此我们今天就从生命的图像 来莫观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 咱们一句一句里看 第一呢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 拿着自己的灯 出起英界新郎 他们装五个是弧度的 五个是明智的 弧度的拿了灯 却没有随身带油 而明智的拿了灯 并且在湖里带了油 其实人生就像十个童女 或者说这十个童女 也可以比喻我们自己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天生是聪明 或者天生是弧度的 在我们生命中都有五个弧度的童女 也有五个聪明的童女 就是要用聪明的童女去弥补那弧度的 去取代那弧度 战胜那弧度 这就是十个童女 所以就好像我们说 我们不能说某一个人天生就比别人多么优 我们都是亚当俄罗来后代 上下都差不了多少 第二呢 应接新郎是准备生命 进入生命的圆满状态 就是人的生命 他不是一个偶然 不是呼呼嘟嘟的过着一辈子 生命有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就像那个灯一样 就是生命的灯 生命 信仰就是点燃我们生命的灯 所以这个应接新郎 拿着灯应接新郎 就是用这份信仰的灯 带领我们走进圆满的生命中 这就是走进或者是走进新郎 走进耶稣的生命中 这聪明和糊涂的区别是油 油就是聪明的是油所准备的 认真对待生命的 相反 糊涂的是那些浑浑噩噩 度一生的人 没有油表示他们生命的亮光 不够清晰 我们人的生命里面天生有糊涂的部分 也有聪明的部分 原罪并没有把我们人彻底击碎 我们人还有一部分聪明 但这个聪明必须得有信仰的油 把它点燃 信仰的灯才够 所以这是 那么第二呢 因为新郎耻眼 他们都打得了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去迎接吧 那些童女随都起来准备他们的灯 新郎耻眼是生命的记号 咋着人的生命一生啊 你说快他不快 说不快 那飞快瞬间就完了 就好像我们有时候等一天 等明天的事 就24个小时 我们就像度日卢年 但是当我们有时候过了以后 千年就像一日 一辈子一眨眼就过了 所以这是新郎耻眼 就是我们不知道生命 什么时候走进那个终结 这是 其实这是一种生命的 那种快和不快之间的 一种现象 我们人没有能力让生命延长和缩短 没有能力让生命突然间把它加快 没有这个能力 这就是新郎耻眼 那么打盹是生命的自然现象 在咱们昨天讲的这个比喻中 管家的比喻中 我们也谈到了这个生命自然会打盹 所以用信仰的功把它打盹 把它惊醒它 有所准备 所以在这里 这个油表示心灵警醒和醒悟 肉体可以打个盹 但心灵却一直要清醒 我们还记得主耶稣说了那句话 对伯多禄说 你心深且怨 肉体软弱 心深且怨 肉体软弱 那么这个心深且怨 肉体软弱 心深需要什么 那就是有一种力不从心 那怎么样才能让它警醒的 那必须要用信仰的油 点燃起心灵的灯 再点燃起身体 把这肉体 就是肉体这一个部分 一般的我们代表它弧度的部分 肉体属于弧度的部分 心灵的肉体的弧度 导致心灵的弧度也 所以肉体 按照我们昨天 叫做方济哥所说的 肉体需要警醒 心灵也需要警醒 那这就是油的作用 所以油要把我们的心灵和肉体 都让它清醒过来 所以心灵清醒 才能战胜肉体的怠惰 不至于手忙脚乱 其实手忙脚乱 这也是一个生命的图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 但我自己个人经验 有的时候有 比如说有很多事情 有大量的时间都给浪费了 比如说明天要坐车出去 去有扶船工作 买好票了 一开始有时间的时候 不收拾不准备 可到最后一个小时 手忙脚乱 把箱子追满 这是其实是一种 很明显 我们人性的那种自然的怠惰 就是让我们人 不知道做好准备 就像五个糊涂的童女是一样的 那么第三 糊涂的对明智的说 把你们的油分给我们一些吧 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 明智的答说 怕为我们和你们都不够 你们最好是到买油的那里去买吧 我想这一句话 其实是非常 非常刺心的 也是非常警醒人的 一个生命的画卷 就是世界上有好多东西是可以借的 但是也有的东西是不能借的 比如说德性 比如说智慧 比如说好多东西 那是不能借的 比如说忠信 说你德性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不能借的 忠贞 忠信 这个 那么这些都属于个人的 私有的 它是需要个人修出来的 你除非是自己修出来 否则它是借不来的 那有些东西可以借 那借点衣服了 甚至借点时间了 借点功夫时间 这个可以借 那么另外呢 这一段话也告诉我们说 有些人就是那糊涂的童女 他们一生靠借为生 那靠借为生的 在圣经智慧文学里面 是指的那些懒惰蹉跎岁月的人 他们不知道 借总有借到碰壁的那一天 借到不能借的时候 所以亚巴郎的侄子 罗特就算是这样的人 他不断的向亚巴郎借恩宠 借亚巴郎给他的祈祷 所以他的心得实体可以说是借的 其实我们在借方面 在物质方面我们借 在灵性方面我们也借 而借的悲剧下场 往往就是悲剧下场 最后就是没有可借的了 我们都知道 你借总有借到头的那一天 老借 借是为了帮你渡过难关 人家借给你是帮你渡过难关 如果你用借 把借当成生命 那就不行了 所以你得看这个借是干什么 其实借也是代表天主的恩宠 天主把恩宠给我们 不是为了让我们蹉跎岁月 让一生过一个这样 而是让我们借着这些恩宠 过一个自己的生活 所以这是糊涂的童女 那么第四呢 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就到了 那准备好的就和他进去 供府魂眼 门村关上了 其实这一句话 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 就是最后的几个字 门随关上了 这几个字特别触动新鲜 惊心动魄 其实我们现在 我们还不懂什么叫悲剧 我们也不懂什么叫人生不在 特别可能是人临死的时候才懂 什么叫门关上了 或者有些人就是 就像有些 比如说我曾经讲过的 比如咱们中国有一个诗人叫陆游的 当他的爱情走向悲剧的时候 他说的那几句话 那个东风恶 什么仁清博 那个错错错 那个 这几个字错错错 难难难 其实特别他说了 这错错错这几个词 那给人的感觉就是门关上了 你再晚 再后悔 都没有用了 那一介为生的人 往往就是这样 最后 总是当他们下定决心要做好人的时候 要自力更生 努力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晚了 我觉得这才是悲剧 什么叫悲剧 说当你好 要想做好人的时候 时间已经不等你了 有一首歌是唱给青年的一首歌曲叫 时间不等那懒惰的人 时间不等那懒惰的人 地球一直在转 他不等着你 等着你 天主的恩宠不是广 给你恩宠是为了让你悔改 让你抓住时间 不是为了让你蹉跎岁月 所以这句话说 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到了 已经晚了 所以我们看圣经中的悲剧 常常借着这个交替之间的懒 比如说 雅各伯和他的哥哥 厄撒乌的关系 雅各伯受到祝福 一出门 厄撒乌就进来 一个进门 一个出门 一个祝福 一个诅咒 一个悲剧 一个喜剧 其实人生我想 最令人无奈 也最刺痛人 最令人感觉伤感的是 其实人生不怕犯错误 咱们人生犯了很多错误 很多罪 但是无论怎么样 最后你变好就行 就怕的是什么 当你想变的时候 一切都完了 我们看今天很多 爱情的悲剧 生命的悲剧太多了 末后 其他的童女也来了 说主啊主啊 给我们开门吧 他却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该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哪日子 也不知道哪时辰 那么这两句呢 算是最后的结语 也是景语 世界上什么都有卖的 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 我想这话 也有点像咱们中国人 常说的 一诗诸称千古恨 长而后悔 头灵药 避害青天 夜夜心 其实他在表达什么 他表达了生命 有很多生命 有生命不在 就是没有可挽回的 有很多东西这样 当然我们说 我们相信天主的仁慈 我们说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 我们就有希望 但是就怕 你连最后哪一口气 你也给错过 天主是仁慈的不错 可是仁慈并非让人 懒惰懈怠的仁慈 所以圣伯多禄宗徒 说的好 我们要善用天主的人慈 从事我们得救的是 善用就是以敬畏的 警醒之心 善用天主的人慈 另外善用也有悔改的意思 换句话说 天主的恩宠 是使人悔改的恩宠 而非使人蹉跎岁月 光阴虚度 让我们祈祷 主耶稣 求你赐给我们 一颗警醒的心 赐给一颗聪明的心 让我们战胜 怠惰沉睡和灵性的死亡 使我们的灯 常常充满 虔诚 祈祷 耐心和警醒的油 你是天主 永生永王 阿们 多桥 再来 我再来 保持人 我再来 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